美国纽约的法拉盛一直以来都是全美交通最繁忙的区域之一 法拉盛109分局为了提高驾驶人还有行人的交通安全意识 并且呼吁纽约市长白思豪的零死亡愿景计划 特别在最近展开了严厉的交通执法 行动为期一个礼拜已经开出了将近千张的罚单 法拉盛109分局表示联合警局任务小组高速公路徐卓队 所展开的这个交通大执法采取每天24小时的行动 来彻底打击交通违规的驾驶人 执法重点包括了像是超速开车使用手机 还有没有礼让行人红灯违规转弯等等的 总计开出了592张的罚单还有322张的违规停车